您現在收看的是 驚豔不留的 你講一下 會消音啊 會消音啊 不要擔心 我們會把握妳 我們會把握妳 我們會把握很多人 那是好字大家咬咬掉的 我不是說你們不要這樣子 幾個字... 三個字... 那妳講我們讀純語 妳不要壞我啦 什麼來講 超級比比 快點 快點 超級比比 誰啦 還是他 一樣啊 我們都剪前面的來 放那個剛才那邊就知道了嘛 不是說不會... 你幹嘛這樣子 不會啦 因為我... 我跟你講我跟他爸媽很熟啦 沒關係啦...還是他 不是 可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很想跟他說對不起 沒有...現在給妳一次機會 跟他說對不起 對不起 因為我以前沒有當明星之前 我都沒有什麼看電視 我真的不知道妳是誰 但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現在都知道妳是誰了 我走到哪裡 我都會跟妳打招呼 請妳原諒我 妳們有沒有因為妳們胸部大 對感情就走得比較不順利 有 就是... 被騙吧 怎樣被騙 我是不知道他是不是 就是只是想要跟我那個 對 後來我們就發生關係 就發生關係完之後呢 之後呢 然後就電話也不接 然後就人就不見了 就交往一個多月 他就是很勤快的在追求妳 上完床以後就不見了 就等於是變夜情 沒有 我... 可是夜情也花...就是鋪太多 我整個都很滿投入的 然後就... 交往那一個多月妳已經很投入了 然後就發生完關係之後 然後就離開了 真的啊 妳有沒有探討過這是什麼原因 為什麼原因呢 我覺得很多男生都是 他覺得胸部大很好玩 你要跑再進音樂 真的 對 男生就是這樣穿過 等一下...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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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等... 不是... 我時常也辦女裝啦 算我女人好不好 要算女人好不好 就在這一集啦 捷嘴棉來一下 打到我的頭了啦 不是... 坐下來啦 我們還要停下去啦 對... 聽他講完... 他就走了 走了 對啊 就是其實很多 很多男生可能都會覺得 我們這樣生產很好 然後都不會注重到我們的 就是個性啊什麼 都只想跟我們上床 可是妳至少不管怎麼樣 妳也跟他交往一個多月啊 他會不了解妳的個性 沒有... 所以我說他就是 真的是愛情的騙子啊 我也遇過這種人啊 而且那種更惡劣 他已經結婚了 對 我也遇過那種人啊 我也遇過啊 那就是想他跟我玩玩而已啊 妳喔 不會啦 對方那個也沒有喝到假酒 不可能啦 所以有老婆就來追求妳 他可能覺得 胸部大可能很奇怪或是很好奇 或是 我不知道他用什麼心態 就是想...可能他... 恩情義獸 對 他用很奇怪 因為妳是所謂的那個叫做 叫做什麼 很少的那個游物啊 游物妳看 所以他滑水 因為他如果跟我們說什麼 一夜情啊一定不要的嘛 所以他要花時間用騙的 他到時候騙完以後 他不只是騙到 他騙了可能是...原來是身體 可是其實也騙了我們的愛情 比方說妳看到菲妮的身材這麼好 然後...好 就是妳只想騙她的身體 那為什麼只想騙一次 跟菲妮這種身材喔 只要一次喔 就開心了 因為一次沒有死啊 叫做僥倖啦 第二次沒死 第二次第三次啊 那叫死有餘菇 像這種啦 如果看到那個辣的身材 比較辣 他都說喔 這如果一次喔 就算說我翁身也沒關係 我沒可能說這種話 我要換得好好 那是後面的家 我是說 欸 王小孩妳看人家身材多好看 妳要保持一下 我生兩隻這樣不好 王小孩不好啊 好啦 但是... 但是妳比上不足啊 比下有餘 其實彩懷 好 重年紀的 OK啦 今年五十四歲了 你第一次 五十四歲妳看得多 對 看得多 五十二歲是雲仔魚啦 那是雲仔魚啦 那是雲仔魚嘛 那妳呢 有啊 我就是 有一次還滿慘的是 她跟我分分合合一年多 然後一直都是有女朋友 沒女朋友這樣有段有段 可是我還是很愛她 然後有一次她騙我說她去POP玩 她在家裡 然後 然後結果她是去POP玩 然後我就那天是冬天 下雨天 然後我就在她家樓下等著一等 等她回來 我等了三個小時 妳好刺青喔 三個小時都在旁邊有垃圾堆 還有老鼠這樣跑過去 然後我就覺得很冷 然後又我一個人 然後她回來的時候她跟我講 她跟她朋友醉醺醺的回來喔 然後她只有跟我講一句 妳在這裡幹嘛 然後我就覺得我自己好... 好冷落 然後我就整個很賤的感覺 然後我就覺得 然後她就說在這裡幹嘛 妳趕快回家 救命了 我就...我就走了 我覺得她就上樓了 上什麼 上什麼 她就上樓了 然後我實在也沒看過 會不會是因為你們... 因為身材好嘛 就很容易遭風影跌雷 就招來一些亂七八糟 有好的有壞的 那可能剛好你們愛的就是 都屬於不好的 或者是 你們剛開始在交往的時候太隨便 沒有 我覺得是... 也有這種原因喔 因為有些壞男人喔 就是不管是好的或者是難的 當她來追你們的時候 如果太容易讓他們上手的話 他們覺得說這個只能玩完 對 她反而不敢跟你們玩真的 我們現在還...我們現在因為... 因為被人家騙過 所以我們現在非常的小心 而且非常近 可是那時候 老實說我們年紀也不是很大 我們那時候被騙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就讓我騙... 就騙我這一次就好了 不會有下次了 她真的花了時間騙了我 我覺得... 就算了 學一次乖 所以妳只有被騙一次而已嗎 所以她就學聰明嗎 不是 妳真的很好耶 對 我被騙了四 五次 然後我從學過你知道嗎 妳這非你什麼表情 再想一下 她就是覺得很憤怒 我想要我覺得很可惡 所以她現在都是... 我現在是加害人 現在都是她去騙別人對不對 我現在從來都談戀愛 都沒有哭過 哭的都是男生 什麼 不知道 我每次分手 我曾經哭過 我被騙過 可是後來我就很會保護自己 人家要愛我很多... 我才會愛她一些這樣子 所以我每次我會發現 我跟你講 現在我都不會哭了 哭的都是男生 開始有防備心 我現在是加害人 因為我曾經是受害者 會不會有那種報復的心態 報復的心態 有一點點 我很小心 然後我會... 反正都把男生搞得很痛苦 不會 為什麼 所以妳就有報復的心態 妳就想現在我來玩弄男人一下 對 可能吧 那妳可以玩一下白雲哥啊 要追我 我都讓她很辛苦 真的喔 很辛苦才接到妳 可是我說真的啦 我是為她朋友 每次要喝醉的時候啊 喝醉的時候 她都會在那邊跟我哭訴 她喔 就是即使她 可是其實她心裡面還是覺得 很脆弱 對 她心裡還是很難過 因為她變成不敢去接受 真感情的 不會分辨真的假的 因為不能她在玩男人 她確定她對我很好... 我才敢放一些 心裡呢 妳胸部雖然不大 那妳呢 妳所交到的男朋友 吸引到的男生 我覺得我比較喜歡 有才華的男生啦 對嘛 憲哥嘛 好可愛喔 妳 我覺得白雲哥也不錯啊 哇塞 妳是眼鏡沒戴出來 人家 妳媽咧 妳這樣講 好像我要估計一生啊 對不對 是應該要的啊 有沒有被玩弄過 玩弄有啊 我差不多19歲的時候常被劈腿 對 我覺得我是因為太愛浪漫了 那對方劈腿的那女生 年輕的時候不談啊 現在我離過婚之後 我會發現會比較思想 比較成熟一點 就是變成說 我不會以結婚為前提 我會先把 我要的生活跟你講清楚 就是我可能 我不希望妳控制我的生活啊 就不希望妳告訴我說 如果不喜歡我這個朋友 就要我離他們遠一點 給妳自由 對 然後或者是說 我覺得金錢上面就是 我不會要求男生要照顧我 但是我要自己賺錢 妳不要來告訴我說我要怎麼做 妳說妳現在不會以結婚為前提 不會 等於是妳現在也是 就是玩玩心態 也不是玩...我覺得要開心 就是開心就是玩玩心態嘛 因為其實在談感情的過程 應該是我們女生 終歸想找一個好的歸屬 對 那妳基本上妳根本不想結婚 我不想結婚 可是我想生小孩 很奇怪喔 太直接了 這樣不行 不是妳啦 想太多了 我覺得妳這樣很好 對小孩子是不公平的 對 因為我在想 可能是我現在這個階段吧 因為我畢竟離婚也才三年多嘛 妳當初離婚還好沒有小孩 對 有小孩我不會離婚 因為我也是單親家庭 好 那妳現在是不想 以結婚為前提 妳覺得妳還可以玩多久 我... 其實我現在也有緋聞對象啊 是有啊 但是妳不想結婚啊 妳是有男朋友啊 可是我覺得她會讓我有在想結婚的衝動 那很好啊 對 所以我會覺得 是那個髮型設計師嗎 沒有 是那個髮型設計師 她偷偷點頭一下 我們都看到了啦 OK啊 我們給人家祝福啊 有啊 就那天我結婚的時候 說要來接妳那個的 對 然後我會覺得 我覺得緣分吧 有些妳...譬如說妳就說 我不想要離婚之後再結婚 可是妳碰到這麼好的人 妳就會在想 所以我會覺得一切隨緣 對啦 那飛妳呢 結婚嗎 妳剛剛不是還在講 還是還不跟你講 對 我們剛剛還在講 你知道之前啊 她都是 因為我們之前 前陣子有男朋友的時候 因為她就一直在那邊說 妳們好幸福喔 沒有 重點是 每次聽到我們的男朋友 要跟我們說 我們跟妳結婚好不好 然後我們都會很開心 然後都跟她講 然後她一直在那邊唱隨我 然後她就一直說 結婚嘛 了不起妳現在幾歲結婚 結婚啦 結婚一定會離的啦 對... 好 現在喔 妳是會復合啊 對啊 現場就有一個例子了啊 對... 相差 可是不一定要結婚 結婚就沒了喔 跟妳在妳旁邊喔 跟我沒有關係喔 妳就沒有復合啊 妳不是恨子 妳是會復合的公錢喔 妳是會復合的公錢喔 Stacy夜店遇到小色狼 自認倒楣又夠睡 像如果去POP舞廳啊 妳沒有說不要靠太近 他們就會就是碰到 像我有一次去POP 然後我在走路啊走走 就有人就是 這樣跳舞 跳跳跳跳 就...就這樣 往我胸部這樣捶過來 真的 真的啊 妳沒有扁那個啊 扁那個小孩子啊 而且他還覺得 沒什麼好像是碰到 手臂或什麼 他覺得那不是胸部 好了 更多精采的內容 別走開 馬上回來 結婚嘛 了不起妳現在幾歲結什麼婚啊 結了一定會離的啦 對... 對... 然後現在喔 還是會復合啊 對... 現場就有一個歷史喔 對... 現在不一定有這個歷史就沒了喔 現在那個歷史在妳旁邊喔 跟我沒有關係喔 妳就沒有復合啊 妳不是恨子依 不是 妳說不說什麼啦 搞不好妳跟子依啊 因為在結婚耶 有可能喔 我跟你講 對 我不敢說不可能 但是往後的事情 我們也不敢說去... 去預設太多啦 對不對 你看迪音姐也是啊 對嗎 對啊 所以天下事啊 無其不有啊 請拍照 那妳們現在摺偶的條件是什麼 妳有勇氣想嫁給他 就說他不是跟你玩玩的 我現在還不想結婚了 好啦 我有想啦 現在 真的喔 那妳應該跟白雲哥滿配的耶 白雲哥 不行啦 妳講這樣 拜託上愛人家 我可以嗎 白雲哥 放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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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妳小子還會摺偶條件找妳 對嘛 不然我們摺旗在意啊 會拉運的 妳現在要請妳的條件為什麼 我之前... 他... 這我怎麼講啊 龍嘴巴啦 怎麼講 我真的瞭解喔 就是他真的讓我覺得 他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對我好 多好 因為付出的很少 然後追我很辛苦 花他很多時間 很多力氣 很多金錢 很多精力 為什麼 妳是欠他錢 他要一直追妳嗎 沒有啊 就是他人不知道 妳應該 我跟妳講 我覺得他們現在的心態 不要是因為以前受到的傷害 那妳應該要把以前的 過去都忘記 對 這是對的 我剛才我講一句 像我以前曾經也就是說被騙嘛 可是那時候我就曾經講說 我再也不要再交男朋友 我也不要結婚 因為我覺得 可是呢 過沒多久呢 我就遇到我的先生 我就這樣子跟他結婚 又剩了兩個的小孩 所以不要去講這種不可能的事情 一定會遇到一個更好的 現在他老公你知道 有時候跟我講話都流眼淚 多辛苦啊 對啊 你這樣去接著你 我意思是說 我們就是 因為妳這樣會對妳的 就是男朋友會不公平 因為他也是真心的對妳付出 但是如果妳有真愛的話 妳還是付出啊 對 但是現在就是 終於因為我對人家都很壞啦 出現了一個不怕死不怕難的人 所以我就對他好一點這樣子 現在有了嗎 對啊 幾個月了 要還啊 說了就沒了 我幹嘛告訴妳啊 真的要 為什麼不能說 談戀愛為什麼怕人家知道 健康死是不是 對啊 不會啦 像我跟我老公 永遠都被他唱衰啊 妳不覺得這樣談戀愛才刺激嗎 越多人唱衰 妳越是要恩愛一輩子 所以啊 所以不要哭啊 幹嘛啦 他講出來 對啦 會講啊 唱衰妳的人就對抗他啊 注目妳的人就接受啊 所以妳不好意思講 就Stacy來講好了 不是講大胸部的困擾嗎 好害羞喔 她臉都紅了 沒有 我大胸部很困擾 我想到了 快到了 等一下... 黎姐 我想到我的困擾了 妳困擾是什麼 大胸部的困擾 就是每次到我男朋友的人 都很可憐 人家都會以為他只喜歡大胸部 所以喜歡我 可是其實 喜歡我的男生 不是因為我胸部 所以喜歡我 那是不是可能喜歡我的個性 或是喜歡我的 孝順顧家體貼或柔擾 那所以那個人是誰 胸部的大小 就是我額外送給他的禮物而已 所以那個人是誰 好 好嗎 什麼樣子 那個人是誰 而且我本來個性就很好 胸部大真的是 那不是重點 對啦 那個人 喜歡妳的孝順體貼啊 怎麼樣 那個人叫什麼名字 你們男生很喜歡大胸部的女生嗎 白雲哥喜歡 克帆也喜歡 對 克帆也喜歡 對啊 克帆哥說胸部越大越好 對啊 為什麼男生喜歡 其實我跟你講喔 就是說我覺得男孩子呢 因為以前我們小時候 學過的國文課裡面 有什麼碩大便是美 但是是現在這個時代喔 其實我跟你講在唐朝的時候 那時候女孩子一定要胖 但是妳送信寧現在去唐朝 我告訴妳 打入冷宮三百年 太瘦... 她也是西施啊 西施就很瘦啊 西施 西施孝平公司孝叉鳥 你... 她是董產 你必貼啦 你貼產 拜託啊 對啦 是妳 妳最後條件 最後條件 一 要年輕 要年輕 那我又有機會了 就是不能比我差大大概五六歲以上 為什麼 我覺得這樣沒有辦法溝通啊 年輕是比妳小嗎 70年次以後啦 不是 比我...就是不能比我太... 不能比妳大太多 可是妳不覺得年紀 如果比妳稍長一點 會比較疼妳嗎 年輕的會比較想要玩妳啊 我不曉得耶 可是我都是一直教年紀小的 那可能妳就是教太多年紀小 才會被人家玩假的啊 真的喔 沒有 其實她這個問題早在 妳那時候主持那個節目的時候 妳就跟我講過對不對 其實大人才會騙人 就像白雲這種老人會騙人 對啊 因為我覺得大人 他們不想很多 妳是小女孩 年輕啊 又不懂事 然後就很容易被大人騙 我就是以前被大人騙的 可是他們在騙我們 我們都不知道 還傻傻的被他騙 都覺得他們說的是對 十個大人只有一個騙妳 妳那一個 妳那麼衰敢我碰到那一個 但是呢 十個年輕 其實年紀相近的呢 有九個騙妳 一個不騙妳 妳看 這機率 妳懂我意思嗎 因為Stayie之前跟我們講過 我們那時候出外景的時候 她講說 一定要不要大超過於五歲 我說沒有關係 妳現在年輕還不懂 等到妳有段婚姻之後呢 或者有那個愛情 後來兩個又催了之後呢 妳才知道 其實大我十歲都OK 妳懂我意思嗎 都OK 妳不知道妳... 好坑的 我跟妳講 其實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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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以我姐做這麼多經驗 我來講 其實大十歲是很好的 就是說年紀大 可是大十歲是二十幾歲 跟三十幾歲是很好喔 可是如果大十歲是四十幾歲 跟五十幾歲 快六十的男人就不好了 也OK啊 不一定啊 人家說老公疼母 小肝同男母 你們的胸部這麼大 會不會因為你們胸部大 走在街上很容易被吃豆皮 吃豆腐 在路上 我覺得任何場合都有可能 就會這樣 我們場合都有耶 比較擠的話 像如果去POP舞廳啊 你沒有說不要靠太近 他們就會就是碰到 像我有一次去POP 然後我在走路啊 走走 就有人就是這樣跳舞 我這樣跳跳跳 結果就這樣 往我胸部這樣垂過來 真的 真的啊 妳沒有扁那個喔 扁那個小孩子啊 而且他還覺得沒什麼 好像是碰到手臂或什麼的 他覺得那不是故意的就對了 那不是胸部 對 那不是胸部嗎 不是啊 兩團肉 手啊 手臂啊 因為我們面積太大 他隨便一跳就撞到了 就會容易這樣子撞啊 就撞到啊 摩擦 其實我們走路都很小心 真的喔 其實像胸部這麼大的人喔 如果出門妳穿得又比較露一點 通常人家都會把妳列入是壞女人 其實我們出門 為什麼穿得比較露啊 就是有工作的時候啊 特別穿給妳看的 對啊 收工後就把它關起來了 平常穿這樣子的話 偶爾應該也會吧 這個怪啦 除非去POP玩 去夜店的話 對啊 為什麼去夜店就要穿這樣啊 可是夜店男生就最壞啊 對啊 反而是為危險的地方妳們穿月露 就想要讓自己驕傲啊 不想要是裡面 就是想要讓裡面就是 其實女孩子都會比來比去 妳們有因為妳們的胸部大 去做特別的保養嗎 有嗎 會不會太大會下 不保養會下垂啊 對啊 怎樣保養 我們都很勤 就是洗完澡啊 都會擦乳液啊 然後那個 然後會做運動 我是花錢給人家弄 就跟我一樣 我也是會花錢給人家弄 自己弄會太累了 真的啊 妳會去洗三風暖給人家見胸嗎 會 去做SPA 會 去做SPA 而且專門買胸部的課程喔 因為以前小時候沒注意 可是現在反而覺得 我是靠他這盒吃飯的 所以要特別保養一下 妳有沒有特別想要幫他們 那個大胸部的人娶一個民族 通常我叫這種大胸部的 一看到就很像 黃再華究竟講出什麼 令人噴飯的話 一躲開爆笑內容 馬上回來 妳有沒有特別想要幫他們 那個大胸部的人娶一個民族 通常我叫這種大胸部的 一看到就很像大奶寶 因為我自己胸部不夠大 我很喜歡大胸部的女孩子 而且每次他們穿這樣 我就很想看 像姐姐穿這樣我就很想看 我就無形當中就會瞄一下 因為我覺得很漂亮 而且很驕傲 我就替他們高興 可是如果是我們自己會去 被聽到這個民族 我們自己會害羞 會覺得很丟臉 其實胸部方面 我最喜歡聽我兒子誇我 他真的 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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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我們的各位來賓 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謝謝 謝謝 不要這樣 不可能的啦 我要去老婆 夫妻生活不為難 原來不是表哥的錯 我干擾 我都沒有辦法 那你們第一次不是 那個... 你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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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單上靜悄悄的 試一下無人 長年離婚 真正令她痛苦的原因竟然是 其實我也真的覺得 夫妻真的是不要吵架 你離這三次 你認為最痛的是哪一段 每一段都痛啊 每一段都離了 我都忘記 沒多好婚 拆散不去 絕妙情侶檔 絕配到令人看不下去啦 謝謝大家 妳覺得妳對妳前妻跟孩子 有愧疚嗎 非常愧疚 我從來不敢罵她兒子 她可以打我的小狗 我不能罵她兒子 我沒打妳小狗 小狗跟妳的小孩比啊 妳這是無聊的女人啦 這是受不了 你們這一對我暈倒了